从房子说起,看纽约本色,我是人环,这一期我们带您来到华尔街,在这个世界上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带您找一找价格不到百万的投资房。 我们来到一个很高的潮房,现在我们来一帮你一帮小时 来吧,这个是一个室室的室,一帮你一间一层的室室。 一部室室,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幅房里面,有一格子里面有一个很爽的幅房, 这也是一道室室,一层的室室,一层的室室。 一层的室室,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屋,一层的室室。 一层的室室,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屋,一层的室室里面有一个室室,有一个室室,一层層的室室。 非常好保持 你走進去這個很好的美麗房間 然後在這裡 這是一個叫做一個阿座的宿泊 但這個方法是設定的 是在樁面的層面上 所以它們讓它們依靠一些 privacy 它們會變成一個一層的宿泊 而且你可以做到這裏 因為你會有很多大廚的宿泊 而且你會有你的宿泊和宿泊 所以我們進入這個宿泊 你看我們有一個全新的宿泊 高層的宿泊 兩宿泊 我們有一個渦泊 和一般的宿泊 所以它們是一個很 modern的宿泊 look at the living room here we have a beautiful sunny south facing living room we have a pass-through bar over here you can use it as an office or you could use this as a little breakfast bar and then looking south we have a beautiful view the New York Harbor and the Verrazano Narrows Bridge and its apartment gets really great sun. 所以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方便租客达到四面八方。 说到房子本身,结构比它的大小要重要很多,在曼哈顿如果你要买投资房,我们不建议你买太大的,studio,一居室,两居室,这些房子是流动速度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投资。 那比如讲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studio,因为它的结构好,虽然是studio,但是完全可以用作一居室,而且它的每一寸空间都充分的利用了,这样的房子看起来感觉会更大。 选择投资房呢,房子的包容性也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讲大楼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会讲说限阳宠物啊之类的,这样你的房子可以面向更多的租客。 而且呢,房子的景观其实比朝向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不要太拘泥于一定要选择朝南或者朝东的房子,而是要考虑景观好一点。 再一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选择房子的楼层。楼层越高,价格越高,可是在租金上的差别呢并没有太大,所以呢,相同的景观你可以选择楼层稍低一点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房子的配套设施。房子的配套设施越多,居住者居住在里边就会感觉到越舒适,而且房子的感觉呢也会越高档。 不过呢,这些配套设施都会加入到你每个月的管理费里边。 作为投资者而言,你要考虑到你目标客户的需求,做好收支平衡。 所以, what makes the financial district a great place for investment is that you literally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oung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work here. They work late hours, they make high incomes, and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home. It's maybe not the best place for families, but for many professionals starting out their lives, this is a great, there's always a constant turnover of people, which means if you own an apartment i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you're always going to have it fully rented. 感谢您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在纽约买房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您在YouTube下面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下期我们再见。